如果我希望畫一個這個美原字 而且我希望它的位置一定就是在 M欄,L欄控一欄 然後M到U總共... 應該到V吧,我算過 到V大概就10欄 列的話剛好10列 所以我剛好簡單,就10欄10列 然後位置的話,剛好就放在 M1的這個位置 OK 然後下一個圖的話,就剛好M11 然後一樣10欄10列 依實類推,所以總共有10個匯率 就需要畫10個圖 那可是要怎麼做? OK,當然你不用貪心嘛 先畫第一個就好了 那如何匯制美元折現圖 如果你不會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用錄製的好了 因為這個其實你也可以不用錄啦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地方很簡單 我們先怎麼樣 第一個先把範圍選起來 所以郵標請你先選 在講這個之前 剛剛有同學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把這個修正日期輸出之後 其實理論上應該不會出現這個景字號 OK 可是有些同學的電腦設定 可能是字比較大 所以它會變成寬 這個叫寬度不足有沒有 所以你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向右拉一點點 或者我的習慣是快點兩下就可以了 它會自動調整有沒有 當然啦,這個快點兩下就自動調整嘛 如果你假設除了用自動調整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就常用裡面有一個叫做什麼? 格式裡面一樣有一個叫自動調整欄寬的設定 其實就是這個喔 那如果假如 你說老師那可是是不是我每一次輸入 它就是景字號那是很麻煩 我變成我要自動點兩下才能夠讓它恢復藍寬 很麻煩 所以有沒有辦法 乾脆把這個功能直接寫進來就好了 可以啊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讓它怎麼樣 自動修正藍寬的話 它的敘述方法可能你要稍微學會一個物件 就是藍的物件 藍的物件在VBA裡面 它的名稱叫藍的話就column C-O-L-U-M-N 那因為很多藍所以叫S coluns coluns指的就是藍的物件 那透過這個物件做什麼呢? 控制藍的相關設定 那其中的話有一個叫點 點下去之後你會發現它會跟你講說 你這個coluns物件裡面我提供了非常多的方法 其中有一個方法叫Auto-Feed 那其實如果有一些方法 假如你背不起來沒關係啦 你用打字有沒有它會自動顯示出來 那其中的話有一個叫自動調整 Auto-Feed 所以其實剛剛自動調整就這一個啦 OK 那這樣子的話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說 將來它會自動幫你把所有的藍寬自動做調整 當然啦 你說老師那我不需要所有的藍位都調整 我可不可以只要針對某一藍 可以啊 你就是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A藍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說我不要全部藍 我要A藍 那實際上你就打一個叫coluns 刮鬍A.Auto-Feed 那這個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把A藍把它做修正之後 因為藍寬改變而造成的藍寬不足 我就修正這樣就OK了 就一勞永逸啦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就畫圖 那畫圖之前 其實如果畫圖你可能不會 你就錄製的吧 錄製我記得好像前面有沒有錄過類似的 那錄製一個叫美元折線圖的一個圖 不過錄製的話更會講一個重點 就是將來這個圖你只要產生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可是他放的位置不對啊 還有那個寬跟高 他不是在正確的位置怎麼辦 沒關係 你自己修正就好了 所以待會兒我們先錄製好了 錄製之前請你先把那個範圍選起來 A1有沒有 請你把它選到哪裡? 選到B的39 按Ship鍵 好 所以第一步錄製之前 請你先把範圍選起來 好 那就開始錄製了 所以錄製先選範圍 錄製劇期 那劇期名稱的話呢 我們也許叫做美元折線圖 就要畫一個美元的折線圖 好 然後按確認之後的話 只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插入那個折線圖 就可以完工了 然後後面就我們其他就自己加 按確定 好 接下來的話 你想要做一個動作 插入找到這個折線圖的 含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點它一下 好 這樣OK囉 OK之後的話 請你把剛剛的那個聚期 直接就把它停掉 開發人員裡面停止錄製 OK好 那你再把它run一下 其實這個把它delete掉 重新再run它看會不會成功 美元折線圖 成功了 它就自動跑 但是呢 它現在有幾個問題啦 就是說呢 雖然它可以執行 可是呢 它還有幾個地方 不如我們預期的 幾個地方哪裡啊 就是第一個 老師我希望呢 它可不可以執行之後呢 自動就幫我把它放在這個M11的這個位置 第一個我的需求 好 現在是不是M11 現在不是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run的時候 你要希望讓它可以放在M11的話 那應該如何做 當然你現在執行它一定不對 怎麼辦 編期 有沒有 那接下來各位可以看到 你的程式呢 它一樣會有一個sub 你說老師 那可是剛剛不是我沒有寫了兩個sub 怎麼不見 其實沒有不見 它幫你放在module1裡面 那因為呢 你又錄製了一個新的聚期 它會放在module2 所以喔 如果你要找剛剛的程式 你就module1點兩下 你程式就出現了 module1、module2啦 所以兩邊可以切換 不是不見喔 因為常常同意會找不到 那如果你要避免說找不到程式的問題 甚至你可以把兩個節約在一起 你把module2的程式貼到module1裡面 可以啦 不貼也可以啦 這個看個人 好嗎 所以順便講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 那個美元折現圖裡面 它其實說真的只有兩行 我們大概看一下 哪兩行 所以把上面註解 單以後開頭delete就掉 最後留下來就這兩行 第一行什麼意思呢 其實喔 它的敘述很容易理解啦 Active Shoot 指的是目前的工作表 指的是工作表1啦 點Sharp 這個Sharp就是你要畫個圖之前 一定要有一個類似 白話意思應該叫圖 一個叫圖塊吧 OK 在這個圖塊上面要做什麼呢 Active Shoot 所以基本上畫圖就是靠這個方法 Active Shoot 而且是第二個版本 那這個折現圖的話 其實就是這兩個參數啦 OK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希望呢 它位置能不能幫我把它放在mv這個位置 不要隨便亂放 那如果我想要放的位置 剛好就是mv 那如何做喔 跟各位講一個 以後如果你們想要知道就是說呢 Active Shoot 裡面呢 有沒有其他的相關的參數可以設定的話 那有個方法很簡單 請你把優標放Active Shoot 按一下F1 那因為我們筆電需要加一個Function鍵 在左下角像FN這個 按住然後F1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跳出什麼 微軟這個VBA的官方說明 這官方的喔 那裡面的話 其實就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方法 它其實有相關的語法 那你們看到 底下的話也有相關說明 第一個的話 第一個參數是Style 第二個是它的Type 所以其實啦 這兩個其實就是把它加在一起 你們看到那兩個參數 指的就是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現圖 另外的話各位有看到 後面還有什麼呢 Lapt Lapt 就是左邊的位置 Top是指的是上面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假設 我希望設定它的坐標的話 其實我只要告訴它說 你幫我放在左邊的哪一條線上 上面的哪一條線上 其實它就會幫你放在對的位置 那寬跟高再設定一下 那不就符合我們要的嗎 那至於怎麼做 注意自己給你看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畫的時候 畫在這個M1的這個地方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參數再加個豆點 這邊加第三個 Lapt的話就是我放在這一條線上 這一條線上的話怎麼敘述呢 你就是打一個 用Range Range的話也是指儲存格 不過它裡面放文字 那我希望放在M1 這個儲存格的左邊那一條線 點Lapt 所以你會發現 它M1這個儲存格 點Lapt 指的是它的儲存格的左邊 這一條線指的就是這一條 所以M1這一條線 所以如果假設我現在只有加上左邊做標的話 直行看看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就會畫在這一條線了 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希望讓它調在上面一點怎麼寫 很簡單 就是直接在這個後面再加第三 第四個參數 豆點 然後再加上Range M1 後面加一個什麼 點Top就可以了 點Top 意思說 幫我把垂直坐標放在M1 這個儲存格上面這一條線 所以你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它就畫到這一條線 不過有個問題 你油標一定要先放在這個框框裡 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這個再把它執行一下 OK 這個再Range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它就剛剛好它的坐標 就在Left跟Top OK 所以 利用這個Left決定這一條線 利用Top決定它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剛剛好放在你需要放的這個位置 那接下來還有幾個問題 老師 可是我寬度 我希望設定是剛好從M 一直幫我畫到V好了 OK V的話 其實就剛好 我算過了 剛好十個欄位到這邊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設定它的寬度的話 也很簡單 直接剛剛有看過說明 直接在第五個參數 豆點 你就加一個什麼 一樣用Range M1當基本 有沒有 然後呢 以它的儲存格的寬度 所以點Vis 所以你可能要再知道有個屬性叫Vis Vis的話就寬度 那寬度的話要幾個寬呢 如果預設就一個寬 它也太小了 OK 所以你如果這樣執行的話 它變得很小一塊 那因為我要10欄 所以10欄怎麼做 很簡單 乘上10就可以了 所以乘就星號有沒有 乘10 所以你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乘以10喔 看一下執行 有沒有剛好 這邊就到V欄了 那一樣 剛剛這個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因為游標沒有放在這個範圍 你不能放圖上 一定要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執行一下 我的圖可能待會把它刪掉一下 有了 有沒有 10欄的 那列高 你說老師現在好像已經到13列了 好像太多了 我想要10列就好了 如果你假如把列高改成10列高的話 那一樣的道理 你就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本來 這第五個參數 第六個參數再多點一下 這有點長 一樣呢 利用這個儲存格當基準 後面加上什麼呢 加上點害者 HIGH層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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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窄了 那你要10個就乘以10就可以了 一樣乘以10 好 這樣就完成了 OK 那我把它RUN一下 執行結果就會是長這個樣子 不一樣 所以 可能將來你可能要寫一個 剛才直接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不然RUN好像都會 所以它會找不到範圍就會出錯 OK 一個OK了 有沒有 所以最後的話 其實美元折線圖就畫出來 我們主要是第一個 先用錄製的 錄製完之後 再增加四個參數 分別是LAT TOP 這個指的是它的左上角的坐標 再來就是它的WITH 跟它的HEIGHT 請各位先試試看 目前只有畫一個 你說老師如果要畫什麼下一個 下一個好像是什麼 人民幣 有沒有 人民幣 那怎麼樣可以把人民幣也畫在哪裡 畫在這個的下面 不過好像底下一堆 等下把它刪一刪 試一下好了 OK